大陆和港台演员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李立群 李立群 我总觉得大陆的演员 学习的色彩比较重 那么港台演员 比较有生活气息 主持人问 那么哪种好呢 李立群 不是说哪一种方法好坏 如果你是学习色彩很重的演员 如果你学到家了 那你依然是高手 如果取材于生活 看起来好像很自然 但深度不够 那还不行 还是要加油 老戏骨李立群的一番话 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内地演员 与港台演员表演风格的不同 内地演员追求学院派风格 演戏时容易端着 不能自然地贴近生活 而港台演员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演戏时喜欢生活化的表演 但如果深度不够 那只能浮于表面 不能直达人心 这两种风格是很难相容的 内地演员参演港台电影 有时候跟不上节奏 容易让观众出戏 港台演员参演内地影视剧 又因为节奏太快 达不到导演想要的深度 其实 无论哪种风格 都有不同的受众类型 没必要比较谁好谁坏 只要能给观众 带来好作品 就是好演员 对此 你怎么看